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和齐峰好好在外面玩吧 直到此时 许曼玉才知道自己走的这几天 老公李叶竟然都跟闺蜜郭蕊在一起 而郭蕊竟然直接宣称和自己宫廷竞争 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那是我老公 我就出去这几天陪陪齐峰 你竟然抢我老公 许曼玉骂骂咧咧也一脸愤怒 可是郭蕊却很冷静 我没有抢 一切都是你不知道珍惜的结果 今年33岁的李叶来自农村 属于典型的毫无背景的男人 却依靠自己的努力 在这个大城市站稳了脚跟 并且因为自身足够优秀 还做到了企业高管 年薪上百万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精英一族 是无数人无法比拟的存在 而最难能可贵的 还不是他能赚钱 而是他为人低调 谦虚 对周围同事 朋友以及家人都非常和爱大方 这可能和他来自农村 从小吃苦有关 而这些经历不仅没有 让他变成一个凤凰男 反而成为了人人喜欢的男人 和许曼玉结婚后不久 俩人就生了孩子 李叶把所有的爱和温暖 都给了他和宝宝 人人都羡慕许曼玉 能嫁给这么一个好老公 这其中也包括好闺蜜郭蕊 郭蕊全程参与了李叶 和许曼玉的恋爱过程 在他眼中许曼玉虽然漂亮 但是性格十分不稳定 小姐脾气极大 和他不一样 许曼玉之前还处过好几个对象 可即使这样李叶 还是一心一意地追求许曼玉 对他的承诺每一样都能做到 好脾气好到令人气愤 甚至让郭蕊都大喊 为什么你就能碰到这么好的男人 许曼玉还得了便宜 还卖官说 很好吗 郭蕊就去骚许曼玉的痒 不让他气自己说 爱 要他不是你男朋友 我肯定抢过来 许曼玉听后也不以为然 许曼玉除了有郭蕊这个女闺蜜 还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男性朋友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男闺蜜叫齐峰 许曼玉认识齐峰的时间 甚至比认识郭蕊的时间还长 俩人从初中就相识 一直是死党 俩人曾经有一阵子 还被老师以为 他俩早恋 被叫过家长 可是俩人都默契的不承认 说就是好朋友 父母也没办法 而经过这件事 俩人关系不仅没断 反而更好 上大学后 有了钱和时间 俩人还会一起去聚餐 看电影 甚至一起游山玩水 许曼玉手机里的图片 一多半都是他和齐峰 在一起玩的时候拍的 可俩人始终都没有在一起 都是各谈各的恋爱 可是两人依然亲密无间 这也间接导致 两人都经常失恋分手 过后一起抱团取暖疗伤 可是却没想到 许曼玉和李叶完真的 李叶实在是太好 太优秀了 和李叶恋爱半年左右就结婚 而齐峰依然在恋爱 和失恋中不断徘徊 李叶也知道妻子有好朋友 对于郭蕊她从不过问 可是对于齐峰 李叶总是好脾气地说 不要和她过多接触 李叶性格好 可并不代表她傻 她见过齐峰 而男人最了解男人 李叶从齐峰的眼神中 能看出来 她看许曼玉神色不同 但是却不想和许曼玉说得太狠 然而许曼玉却总是 大大咧咧表示 两人是很好的朋友 不会出圈的 她认为自己有数 这让李叶既无奈又无语 只希望她能记住自己说得好 而李叶和郭蕊 其实上半年也有过交集 这点许曼玉也知道 因为李叶公司和郭蕊公司有交集 郭蕊也属于中层领导层 因此就和李叶有了联系 而李叶也知道 郭蕊是许曼玉的闺蜜 虽然之前见过 可是却从未有过过多的交流 所有的沟通都只限于工作 然而郭蕊却对认真 成熟且十分迷人的李叶 产生了很多的感情 可是因为是闺蜜的丈夫一直压抑 从来也不敢越雷迟一步 她始终告诫自己 对李叶的感情只是欣赏 自己绝不能做出背叛朋友的事情 同时李叶也一直保守自己的道德 明白自己有家有妻子 即使是工作餐和郭蕊出来 也都会主动和许曼玉报备 而许曼玉却一直叮嘱丈夫 要好好照顾她闺蜜 这几乎是郭蕊和李叶全部的接触 郭蕊脑子里的一点点情思 也始终隐忍 可前不久 许曼玉突然收拾皮箱 李叶问她要去哪里 毕竟从未见过她收拾皮箱 却没想到许曼玉说是其风失恋了 悬丝逆活好不容易让她给劝下来了 然后答应陪她出去溜到五天 散散心情 听到这话李叶简直不敢相信 以前其风失恋 许曼玉最多也就是去安慰她 或者陪她吃吃饭 李叶每次都是在饭店门口等着 好像个司机一样 可这次竟然要一起出去旅游 李叶脾气再好也接受不了 毕马说 你知不知道你是结了婚的女人 你是我的妻子 失恋你说两句就行了呗 怎么还能一起出去那么多天 许曼玉被李叶突然的大声说话 震得很不适应 也跟着生气起来 那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肯定多照顾一点啊 这有什么不对的 什么不对 李叶不敢相信 她不敢相信的 就是她为何能这么毫不顾忌地 说出这样的话 可是却被堵到 说不出话来 只能说 你不许去 你要是去你会后悔的 许曼玉完全没当回事 没收拾好的衣服 往地上一披 任性地说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后悔 说完再也不管 李叶直接就走了 和棋峰上飞机 直接飞去了云南大湾 特玩了五天 期间消气之后 还想着李叶 给她发信息说 自己安全不用担心 还把她和棋峰游玩的照片 发给李叶 以为这样李叶就能放心了 回来的时候 早就忘了李叶是否还在生气 买了一些土特产就回家了 却发现根本没有李叶的影子 接到郭蕊的电话 才知道一切 大骂郭蕊 是不要脸的女人 趁着她不再近人 真的抢她老公 可是郭蕊认凭 许曼玉的谩骂 只是淡淡地说 你俩要是好 我从未想过抢 然而给你这么好的老公 你却不知道珍惜 我都多少次和你说过 不要和棋峰走得太近 你毕竟是有老公的人 可是你不听 那么你不珍惜的男人 我来珍惜 无论是长相还是事业 亦或是爱 你比我都差远了 而现在你这个行为 更加配不上李叶 那么她也值得拥有更好吧 许曼玉对于郭蕊的话 一个字都不信 不断联系李叶 希望她离开郭蕊 回到自己身边 可是李叶却一个字 都不想和许曼玉说 没几天就发给了 许曼玉一张跳距 许曼玉看后 立马贪坐在地上 因为那是一张 起诉离婚书 而之后 因为李叶经济能力 更好儿子被判给了李叶 俩人也正式离婚 可李叶却一直 没有和郭蕊结婚 而是像热恋的男女一样 先交往 郭蕊对李叶尽心尽力 可是 许曼玉没有了 李叶丽马尾迷起来 最初也闹过 打过 可是一切努力 全都让李叶和郭蕊无事 就连许曼玉自己 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丑 而和齐峰 也因为自己离婚断了联系 几乎一夜之间 失去了所有身边的人 其实 作为夫妻 李叶和许曼玉 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也正常拥有男性和女性的朋友 可是俩人对待异性朋友 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